各位你看,有月台是不是差很多啊 帥帥的喔 y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姐 欢迎观众频道,今天呢,又来到我们的恩规铁道小镇的第二集 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要来埋这个底座的木板 所以我现在来到了特里屋 希望呢,有我们要裁切的部分喔 不然如果没有用木板的话呢,可能会有点不稳啦 所以我们先来进去看看,有没有我们要的 各位观众,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也记得帮我按个赞 按个订阅,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 今天我们就要突破个1500个赞 这边有5分的,4分的,3分的,2分的,1分的 我觉得我应该用3分的会比较刚好 因为我们要大概割155公分喔 如果太细的话,我怕拿起来是会晃 好了,各位,准备要踩了 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要用的了 我们大概花了735块买这块木板 接着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买 就是这个板子上面,我们还要再有一层这个雪浮板 或者是珍珠板之类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去买这个材料 OK,各位,买回来了 那我们的板子在这边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把这3块板子呢 稍微切割好,然后粘在上面 稍微大了一点点,不过应该还OK 最怕的就是被老婆骂了 你们看这一幕 登登! 有没有,超像一个工作桌的吧 然后还买了一些这种颜料 加工具呢,总共花了快2300块 我们的一些造景的东西都来了 基本上呢,光这样两集下来 我们竟花了2万块 平均一几一万耶 好不好,各位观众,继续支持下去啊 那我们接下来黏这个吧 好了,各位,基本上呢 我们这样子3块的底板呢 已经完成了 之后如果说 我们会用到挖线呢 或者是说要做河流呢 就可以从这个底板着手 而不会说只有木头 木头就没办法挖或什么之类的吧 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要固定一下 所以我们就来把它压一压 前的玩具都把它拿起来压吧 大概可能压个 一个小时左右吧 基本上我们就去吃饭 然后晚点回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来用车站的部分 晚点几点 好了,各位 接下来我们来开箱车站了 我突然发现桌子这么大呢 感觉是不错的 以后开箱了就很方便了 哈哈哈 好,那我们车站呢 就是要来开箱这一个 这个字我不太确定 到底要念 意还是念 糊 反正就是车站的 set 4 第4个就对了 这个我会买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比较怀旧一点点 比较不会像是那种 大都市的车站 本来一开始我想要买那种 比较大的 然后里面还有副灯光的 但后来想一想 我们这个轨道也不长 所以呢 我就决定来开箱这一个 好吧 那我们就先来决定一下 我们车站的位置 顺便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啊 啊 啊 等一下 打开 我觉得这一组呢 算是蛮超值的 因为有非常多的建物 而且我忘记多少钱 哈哈 几百块吧 我拿出来 哦还有贴纸 没错 恩贵的贴纸呢 就是又小又难贴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这一个应该是月台的部分 哦 让你飘上月台 之类的 然后这个是车站 然后这边呢应该是一个守卫室 然后有本寿 还有宿舍吗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个我们要煮起来才能够到 大概就是这几个 好不好 就来煮一下吧 OK各位终于煮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近景的感觉 来看我们的第一个景 好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火车站 基本上我们这个造景呢 是不会放这个进来的 有时候都买了 还是煮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算漂亮啊 但是就是一些洞 感觉不好处理 所以这个没有纳入我们的场景 我们主要的呢 是想要有这个月台 有没有 这个月台就漂亮多啦 那这边呢也是有分 第一月台第二月台 不过呢我们只有第一月台 哦 以后如果有机会再造第二个景的话 应该要用附线的部分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 可以给一些站务人员 观看或者是休息的部分 然后这边有一个站牌 哦 哪里到哪里 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啦 那旁边这一个呢 我把它换成一个会亮的电灯 哦 就是这样子 那它原本是长这样子 哦就是一个白色 这个我可能会插在别的地方 我想说第一个景 先让它稍微会亮吧 那旁边这边呢 有一个警察局吧 铁路警察之类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厕所跟宿舍吧 好像是这样子 哦这个是厕所 你看它前面呢 来做一个屏风给挡住 然后这边呢 应该就是这里的人要住的 这两个我应该会放在我们小镇的其他地方 所以基本上主要的就是以这个月台为主 然后之后这边呢 就会撒一些倒渣嘛 对不对 然后也会做一点马路 所以车子呢 就可以在这边 啪啪啪啪啪啪啪 那今天的目标呢 主要也完成一半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 这一边的山洞 还有山 待会我们就可以看看火车从月台这边慢慢的进去过山洞 然后看看这整个山的样貌 会是长怎样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来做山 站呐 各位 我们的山呢 已经完成了 好不好 其实没有算完成啦 算是半完成 那因为我想说私底下做呢 可能会拍的比较快 我光这一颗山的花了快三天 我昨天呢 还弄到凌晨五点 然后早上十点又起来去训终 然后弄到现在已经是下午的 快要六点了 我想说这周山我搞这么久 那但是我觉得做的还蛮像的 齁 该有的那种高山的感觉 都还蛮不错的 那还有一个缺点 是因为我们现在呢 轨道还没固定吗 可能要等 下次或是下下次 把地形做出来之后呢 倒渣啊 还有这边马路的部分 然后以及其他位置的地方 都可以陆续的把它建起来 那今天呢 嘿嘿嘿嘿 确实在我觉得好累喔 一个人喔 我一个人做这一座山 真的做到快虚多 那先跟大家讲讲看 我怎么做这个了吧 那我主要呢 都是以报纸为主 因为我比较会用报纸做山 我比较不喜欢用这个板块的部分去做 因为我觉得用板块做呢就是它的可塑性呢会比较有线 报纸呢好处是比较轻 但是就是会比较软一点点 然后我是先做出下面的那个隧道之后呢 在上面在陆续的叠报纸 那我两边都是用平的 因为这样好处是 我之后就可以用板子把它遮起来 就不用再用材料去填补在那边 那这个就是我最初步构造的方法 好了 我们的雏形大致上完成了 哇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 5点53分了 各位我花了一整个晚上 大概5个小时 把这个山的雏形完成了 剩下呢我要来睡觉了 等到明天它干了之后 我们就要来涂颜料 上槽粉 现在呢我们已经上色了 第一层我用这个有点像 这个炸鸡的颜色 我们总共要上三层颜色 目前是第一层 不过稍微等它干 等一下还有里面的部分要处理 接下来第二层呢 我稍微擦了有点亮绿色的感觉 因为我希望就是 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有炒的底的感觉 不然我们等下铺的纸皮呢 不可能全部都是这种颜色 然后我会挑这种比较红的颜色 跟我们的草搭配起来会有比较反称的感觉 所以待会呢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种颜色 就是要把岩屎的一些边框给它画出来 这样子待会呢没有铺草皮的地方呢就更好看了 好了各位那我们稍微把一些比较突出的地方呢 涂了这个岩屎的颜色喔 而且是我们这种特殊的纸皮呢 那非常感谢酱呢跟我推荐这一种 他也拍了很多铁道影片 如果各位想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就来开始种这个部分 这种呢有趣的呢是他这个就是结块结块 结完结完的啦 不像我们之前在美术社买的那种都是 粉末粉末很散很散 所以种起来就不蓬松 这个种起来比较蓬松呢 感觉就会比较象征的 OK各位看完呢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建造的部分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让我们的火车来看看 到底可不可以通过这个山洞 但是我的火车呢有一个地方坏掉了 不是坏掉啦 就是零件喷走了 就是第二车的后面这一个 就是这里原本后面有一个弹簧哦 但是刚好在对接车的时候就 就弹走了 然后也找不到了 不晓得那个弹簧也没有在买 但是没有弹簧应该还是可以拖拉啦 好不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四台火车能不能够顺利的进去 我们的这个山洞里面啦 各位你看看 是不是有了月台之后变得更赞 好了我们的区间车 已经准备进入榜康里面了 来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够顺利的从哪边出来 哇哦还有灯耶 超帅的 叮叮叮啊 没问题各位 基本上呢出来这样子是没什么问题的 OK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恩归铁道小镇的第二集啊 希望大家努力的支持 好不好 我也会努力的继续的把造景做好 陆续的把这个小镇给完成 今天呢我们就是完成了这个山景 然后还有我们月台的部分 期待下一次呢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东西好不好 各位观众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记得帮我按个赞 按个订阅 为了我三天这不眠不休的辛苦 也别忘记我们的1500个赞哦 我们就下次恩归铁道小镇第三集再见 大家拜拜